火团如蘑菇般迅速窜天 伴随爆炸声 整座城市瞬间农烟弥漫 以色列为了报复胡塞组织上周的攻击 29号空袭夜门西部港口 一座发电厂造成多日死伤 谈到整场空袭 以色列国防部长用印象深刻来形容 乙军更公布空军起飞 准备前往夜门空袭的影片 不过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尚未停歇 以色列周一继续轰炸黎巴嫩 这次锁定贝鲁特市中心 一栋公寓惨遭炸弹击中 这也是自去年10月7号加萨冲突以来 乙军首次将炮口瞄准贝鲁特市区 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 先前在空袭中丧命的真主党领袖 纳斯拉勒遗体并没有外伤 推测死因可能是爆炸威力重创导致 乙军还称另一名真主党高官 纳比勒也在周日命上炮火 对于以色列左右开轰 拜登表明希望避免中东开战 伊朗总统认为以色列背后 由美国撑腰真主党的胜算并不大 尽管各界都呼吁停战 不过就目前来看双方都没有停火的迹象 战事也日益升级 特别新闻 继续报道 以色列空军准备起飞 又要执行空袭任务 以色列这回空袭的是 迪巴嫩首都贝鲁特东南部的小镇 可以看到浓烟窜天 还炸出火光 就连带领真主党32年的领袖纳斯拉勒 也被证实在这场空袭中丧身 消息传回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海滩 瞬间爆出欢呼声 纳斯拉勒被认为是充满魅力的演说家 率领真主党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军事力量 还因为挺身对抗以色列 和藐视美国深得民心 专家也认为纳斯拉勒的死 恐怕将改变中东的游戏规则 白宫声明中提到总统拜登认为 纳斯拉勒的死是以色列的正义之举 但尽管如此 拜登认为也是时候该停火 大陆外长王毅也在联合国大会上 呼吁全面停战 全面停火刻不容缓 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 然而周日午夜才刚过 贝鲁特南郊又发生爆炸 暗夜中窜起团团火光 还有飞机在炮火中冒险起飞 载着想逃离黎巴嫩的乘客离开 引力冲突随着纳斯拉勒的死 恐怕将持续升级 体会新闻 总统报道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是罗王哲 再来看到以色列跟黎巴嫩的 最新情况 因为现在以色列的军方 公布了最新画面 这个是9月27号 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总部的 乙军战机起飞 还有降落的画面 乙军的战舰在参与 对黎巴嫩的首都空袭 据说这次他们称是2006年以来 离乙冲突以来的 这个军舰首次参加 对贝鲁特的袭击 看得出来现场的画面 非常的震撼 那以色列释出了多张的照片 来显示乙军的坦克 正在从乙国的南部 开往乙黎的边境情况 他这个是释出的照片 那乙军现在空投了80吨的炸弹 击毙了真主党的领袖 乙军在27号傍晚 大举空袭了真主党的中央总部 乙军空投了数量未明 但是总重量超过了80吨的炸药 轰穿了真主党的地下指挥中心 那真主党的领袖身亡了 现在以色列还要征兵来追击 那乙军呢 他此一对这个 纳斯拉勒的斩首行动代号 叫做新秩序 那现在这个军队报告称出 真主党已经拥有 15万枚的火箭弹 看得出来持续 还会持续再打下去 那像纳坦雅胡 是不是使出烟雾弹的绝招 来带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说防美是烟雾弹 纳坦雅胡是在酒店房间里面下令 来空袭真主党 以离的危机开始才会升温 那纳坦雅胡他当时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指出 摩萨德内部消息透露 以色列的空袭 是经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 那纳坦雅胡后来是被证实 美国之行是为了掩盖行动 而且是麻痹真主党背后的伊朗情况 所以当时的饭店 是变成战情式的一个概念 相信大家也很关注 那至于8200部队再度建功 真主党的领袖支持 曝出高层被渗透 以军的情报执行双再线 因为伊朗扶植的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 27号身亡了 整体行动凸显了 黎巴嫩的真主党的安全系统 遭到以色列的渗透 以色列的情报工作的准确到位 包括了领袖在地下总部 确切的房间位置 都在以色列的掌握之中 传出说 这个就是最后的精锐8200部队 那这个纳斯拉勒 他是所有情报的指出 以色列空军他们精准掌握到 他所有的行动 还包括地下总部的深度 还有区切房间 让空军得以在计算的 炸药的角度 投擲的高度 而且在行动完成之后 以色列还投入情报人员 确认结果 大致上还是以摩萨德 整体的行动奠定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是不是多线来全面开战 因为现在打的不是黎巴嫩 打的他背后会不会有包括伊朗 包括叶门 包括加萨这边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黎巴嫩的这个 珍珠党领袖身亡 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米尼也转移到安全地点 消息人士说 他已经安全了 转移到安全地点 现在总部被轰了 伊朗也警告说 以色列别跨越红线犯下战争罪 现在包括哈米尼的高级顾问 他就批评说 这个暗杀的抵抗轴型领袖 不会解决以色列的问题 将会有其他人代替 以色列正越过伊朗的红线 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 哈米尼也紧急开国安会议 伊朗的 骂这个打开了地狱之门 现在包括了 伊朗的最高的国家安全的秘书 他就说 以色列打开了地狱之门 由伊朗支持抵抗轴型 会武装起来 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反击 伊朗的官员就说 准备派兵前往黎巴南 跟以色列来进行作战 胡塞武装就说 向特拉维夫跟美军的军舰 发射飞弹 以色列多的防空警报 以军说都成功拦截 而且一枚是来自于 叶门的飞弹 叶门的胡塞武装就说 已经向特拉维夫附近的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发射一个飞弹 对于这样的情况 现在美国跟中国态度 到底是如何 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看起来 他说拜登跟贺锦丁 都说是正义之举 拜登就说这个是正义之举 贺锦丁就说 这个珍珠党的领袖 这个是双手沾满了 美国人心血的恐怖分子 在这个领袖被遇害之后 其实有数千名的抗议者 试图冲撞 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 画面也是非常惊人 因为数千名的伊拉克的抗议者 试图冲进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 以抗议 以色列在前一天暗杀了 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 对比这个情况 中国大陆目前态度是如何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说 中东不稳 天下难安 以最大的紧迫来推动 加萨永久的全面撤军 看得出来是希望能够和平 为最高的理念 先请教一下宾哥 宾哥怎么看现在的以离冲突情况 其实我早就讲过 当时发生呼叫器爆炸 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就警告过曾祖党 你们要做的不是去向以色列攻击 先要把内鬼找出来 先抓内鬼 对 因为很明显 你们整个组织被人家渗透 乱七八糟的 然后呼叫器爆了之后 对讲机爆 对讲机爆完之后 你们一大堆的人 不管在哪里 都被以色列找出来 然后直接被炸死 所以这个很显然 曾祖党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 现在连纳斯拉勒都被炸死 而且连他在哪里的地点 什么深度 完全被人家查了一清二楚 所以基本上如果 曾祖党没有办法把内鬼找出来的话 他不会对以色列 产生什么任何作战能力 反而是以色列 其实他这个东西 他已经筹划了非常非常久 他现在正在集结他的装甲部队 准备干什么 准备要开进泥巴 因为这个是必然的 也就是当然对以色列 对外宣称是说 说我们只是要制造一个缓冲区 实际上他就是要把曾祖党 往更北边赶 其实目的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接下来 你应该是很快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直接挥军黎巴嫩 以黎巴嫩的武力来说 他们是对付不了以色列的 讲实在话 大概就一定会 以色列想划多大地来当缓冲区 就可以划多大地 纳太海湖在干什么 纳太海湖其实就是让战争持续 持续在走 这样他的战士内阁就可以不用解散 他就可以继续统治以色列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这一切是谁允许的 这一切就是美国人允许的 你虽然看到呼叫系 美国人也说不知道 对讲机也说不知道 现在炸了所有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但请问一下弹药谁提供 就是美国提供 对啊 你美国提供 我管你知不知道 这就是你害了 事实就是这样的 是 因为你一直在资助以色列 以色列做了这么严重的这些行为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对别的国家 直接发动侵略攻击了 那美国你不是世界警察 出来讲讲话 没有 还是在那边随便讲几句交代 了事就算 讲出什么正义之举 对啊 什么正义之举 我老实讲 拜登讲这正义之举也就算 贺锦丽讲什么 说双手沾满美国人鲜血的恐怖分子 这一听就知道他完全没尝试 他根本不知道郑组长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的 人家说他的草包果然如此 郑组长什么时候恐怖攻击过美国 没有啊 郑组长一直都在跟以色列对抗 还是你认为以色列人都是美国人 一点常识都 对啊 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劝贺锦丽少开尊口 一讲就错 真的非常糟糕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 不管美国人多草包 但是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态度 是不会改变 所以以色列接下来会继续的 他在中东 你干嘛 你干嘛 可是问题来了 你真的认为伊朗 伊拉克 或是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 真的都软市值到这种程度吗 我们前一阵子看到伊朗 对 看起来好像缩了 他没有再缩到进行报复了 可是军旨报仇三年不晚 你怎么知道三年以后 五年后 十年后 他会不会策划一个大行动 一举来对你以色列下手 我觉得当以色列越来越 肆无忌惮的时候 自己心头要小心 我不认为阿拉伯人一定会把这尾气吞下去 这都没事 我认为他们总有一天要报复 只是那个报复再度来临的时候 以色列人扛不扛得起 是 好 请教令将军 怎么看现在以色列军方 海陆空都出动了 第一个 我觉得以色列来讲的话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 他情报做得非常的准确 他现在空袭了1600个目标 几乎所有目标来讲的话 绝对不是滥炸的 而是有他一个打击的一个要 精准打击 精准打击 到现在为止 珍珠党里面 除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纳斯拉勒之外 另外还有10个 以珍珠党的主要的指挥阶层 包括他的飞弹部队指挥官 包括他的无人机指挥官 还有卡查旅的地面部队作战指挥官 总共11个 已经被他定点的清除掉了 所以他情报非常的精准 第二个来讲 他打击的地点 还有包括他的火箭的发射地点 以及军火制造的位置 他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一直认为说是 当他空中攻击之后 第一天当然我们都知道 当他指挥链打掉 就是用BB扣爆炸方式 把他指挥官清除之后 接着说将地面的这些武力 驱逐掉的时候 合理来讲 就是应该是地面部队要推进去 那为什么以色列到现在为止 地面部队还没有推进去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根据报道 以色列现在又动员了两个后备旅 他之前为了打加仗 他总共动员了30万人 现在又在加动员两个后备旅 最少加动员1万人的兵力 你要知道这些人动员之后 你社会就少了生产力 这些军备你要支出 你又少了生产力 这些费用谁来给你 美国给他 所以很明显的美国正是被他绑散上车 曾助长会不会因此就 销声逆机就被撤离机会 我觉得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当任何一场作战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是想要达到 你让以色列的这些老百姓 可以安全回到他以色列北部地方 去定居来讲的话 你最少要将以色列 珍珠党来讲向北边 推30到50公里 就离开他炮兵的射程之外 离开他的卡丘萨火箭的射程之外 你才可以让这些人回去 那就是必要有一场地面作战 所以他现在动员两个后备旅 他现在为什么不动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当然还有所顾忌 第一个就是说 曾助长从2006年到现在 18年的期间 他难道没有学哈马斯 在黎巴顿南部那边 经营他的据点公式 包括挖地道这些 你军队进入以后 其实美国西方他们有估计 如果说你要进入地面作战 你以色列军队 你可能要上千人的阵亡 你愿不愿意承担这种损失 你承担得起承担不起 因为以色列人他总觉得说 他的命比巴勒斯坦的命要值钱 那一千个官兵阵亡 你承受起承受不起 第二个来讲的话 虽然说是他很多的领袖 很多的领导人物被清除 可是他后续继任者 有没有机会上来 我们都知道我们军中来讲 连长阵亡就副连长代理 副连长阵亡就佛老长代理 所以说各级有各级的一个代理人 他是不是很快可以组织起来 然后你的通讯联络虽然中断了 我可以恢复最原始的通讯方式 比如说我用有线电架设 我就可以通讯联络 另外来讲 这个正书长来讲 其实他可以说是世界上面 最强大的一个 非国家的武装组织 他总共有将近 15万枚的各式的飞弹 尤其是这次来讲 有很多秘密武器他打出来了 第一个 离法一型跟离法二型 这两种是导弹 而且打得很精准 他直接打到你的空军基地 而且打破以前的红线 他以前不会打你的定居点 他这次就打你的这种 海法这些城市附近 等于往你定居点后面照顾 另外他还有一个新的武器 这次出来叫卡达尔弹道飞弹 他这个飞弹射程 有1900公里那么远 弹头装药部位有1000公斤 那很大的一个爆炸威力 射程可以那么远 等于涵盖你整个以色列的玄境 当然以色列你要考虑 如果说你打破这个红线 你往那边进攻 他说我们讲一句话叫 乱玄打死老师傅 他说他不尊重战胜规则 他往你的城市地区来打 特拉威夫给你乱轟 你铁熊系统虽然可以拦截 但是如果说一旦超过你的负荷来讲 有一两发掉下去 达到你的居民区来讲的话 你以色列可不可以承受 所以以色列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考虑 那这种风险你承担起 承担不行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纳坦亚吾敢这样做 就是吃地你美国 把你美国拖下水 你要不断的支援我经费 你部队要不断的支援我 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说是奥斯丁 本来要去以色列访问 就退职不去 就比较他生气了 他很气 这个时候我在美国大选期间 你把我拖下水 是 好 请教育教授 我先介绍一下 谁是纳斯拉勒 就是尊重党的领袖 尊重党领袖的话 他担任尊重党领袖是1992年的时候 到现在刚好32年 对 32年的话 我跟你讲他是全中东 最有名的实力派领袖 大家要知道阿拉伯人 就是回教徒分为 虚拟派跟实力派 他是实力派以伊朗为主的 为什么有名 因为2006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整体来讲的话 以色列在打仗当中 2006年的话 进攻黎巴嫩南部的时候 是以色列明显的吃了一只亏 事后才有联合国维和的部队 里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所带领的 大家可以算一下就是 纳斯拉勒所带领的 这个珍珠党的时候的 那个时候 基本上的话 让以色列的部队死了 110多个人 通常来讲的话 应该是1成20 他这个是只有成4 所以大家强调说是 18年后的话 2024年珍珠党发生战争 纳斯拉拉勒的死 就是确实是非常重要 所以讲起来就三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 以色列的情报是太厉害了 就是大家搞不清楚 这个船呼机跟队讲机是干什么用的 后来原来就是把你引用面对面的交谈 大家要知道 他昨天29号的攻击 28号 27号的攻击 打掉了民宅里面的话 打掉了7栋建筑物 不是像大家想的 完全是滥杀无辜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然后里面干掉的人的话 据说有9个就是 震度党的高级的领导人 所以说这个对震度党是大商特商 然后另外的话就要了解 就是说这个整个科技以及他们这个摩萨特 或者8200对无线通讯的整个规划 就是要展现他们的科技的能耐 就是大家实在是想不透 就是确实是像海明讲的一样 就是他底下的内鬼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严重到的话就是连伊朗自己都发现自己的问题 伊朗本身死了一大堆的人 就是已经调查内鬼调查好久 拿不出办法 所以现在勉强就把哈密尼转到一个 哈密尼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其实讲起来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在想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部队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情报系统做得非常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 其实你要了解以色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 你只要认同你宗教 认同你是犹太人 你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话 就是他什么人都有 就长得跟你我一样的人 你们也有爱里特利爱得不得了的人 就在河南就有很多的就是那个 这个河南开封的犹太人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他们这个情报做得 我说想不透怎么会做得这么好 然后第三点他的行动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我跟你讲 他进行的过程当中是完全不考虑一切的 什么平民住宅什么的 因为他们是 大家记住 这个死掉的地点是在 这个尼巴勒首都贝鲁特 你打开地图一看的话 这个不是说是在这个以色列北部 或是尼巴勒南部 他其实是已经到了首都的部分 他都这样子炸这个这种 发动的建筑物影响炸平了 就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是完完全全被绑架 其实以色列刚好就是 故意的绑架美国 美国跟法国还假惺惺的 要推出21天的停火战争 这个不可能理都不理 然后继续攻击 然后现在要地面部队 30到50公里的这个环游区 是一定会建立的 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来 继续讨论 接下来看看国际上的战事 相对于俄乌战争相对焦灼 在以哈冲突中东半岛这里 其实这个以色列几乎是一面倒的 处在一个优势的战力里头 除了先前这个BB扣 呼叫器 各种的一连叉爆炸案 接下来是更 真的是很糟了 几分钟之内狂丢 超过80个炸弹 歼灭真主党 27号傍晚 大体的攻击备旅会之后 南郊的真主党 中央总部直接命中 真主党的领袖 纳斯拉勒丧身 精准打击 就是除了到底哪些情报网的人 全部让他直接挂掉 更是直接把人家领袖给攻击到位 所以住宅区 刚刚看到画面是 升取剧烈浓烟 这都是短短几分钟之内 投弹的结果 还有以军也公开战机挂弹升空 这个画面告诉大家 准备空袭真主党的画面 50枚2000磅俗称是 碉堡克星的炸弹 公开的告诉大家 我就是要让真主党灭亡 针对以色列现在所有的霹雳手段 没有要客气 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完全在今世上的优势展现无疑 那么被说这个真主党领袖 之所以一下子被精准致死的原因 是8200部队的功劳吗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特别公开的讲 这次整个情报系统 安全系统 是深度渗透 完全被掌握在其中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 一连串的攻击事件 让他们重伤 已经 这个纳坦雅胡特别讲 我们已经算清旧账了 极毙纳斯拉勒这位首领 有助于困在加沙走廊的人职 能够过世 但问题是这样的攻击 真的已经让整个真主党瘫痪 或完全无力反击了吗 纳坦雅胡 其实甚至用这个所谓 烟雾弹的行程来掩饰 他到美国去访问 就在饭店里头下令攻击 让这个真主党 直接命中首领都因此而丧身 但以离的冲突危机 是更高了呢 到底现在观察的是 真主党的报复行动 现在也是声称随时会展开 有没有力气 还有没有力量 可以集结报复 或者是整个战事会 再更扩大在中东地区 是外界现在关心 跟担忧的重点 但是美国的角色是什么 拜登说 是正义之举 但美国国防部特别讲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有这个击毙纳坦 那个所谓领袖 这个纳斯拉勒的行动 不知道 不是默许 也不是我们支持 这样子 是未参与不知情吗 那当然先前 这个BB Call的爆炸事件 就已经有过这个质疑 是不是跟美国同意过 是不是有过美国的支持 这都是问号 CNN的报导 有一些对于可能引发 中东全面战争的 这个忧虑越来越高 同时也对这个 纳斯拉勒的死讯 感到欢迎 这是美国的态度 所以以离冲突 急速升温 美国 德国 部分的外交官跟家族 赶紧撤离了黎巴嫩 不知道接下来 除了轰炸攻击之后 有没有所谓的反击 真主党的领袖被击毙 中东很紧张 专家担心 首先经济面 第一个呈现 就是油价会大涨 可能会对于美国 接下来全球经济 造成的冲击跟影响 那伊朗呢 真主党领袖 丧命之后 未来72小时 伊朗会不会做什么 那么真主党的残余领导层决定 展现军支实力 气势不能输 所以还是有可能 在发动新轮的火箭弹攻击 但领导核心 这个斩首都已经被干掉了 有没有可能再有反袭的力量呢 伊朗就说了 他的声明 以色列已经跨越了所有红线 所有不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所以这次的袭击是战争罪 以色列美国应该对此负责 那么伊朗就急着 把自己领导人先移开 比较安全 哈米尼已经被移到了安全的地点 同时发声明哀悼 哈马斯也发声明哀悼 真的当领袖 那么哀悼文里头 特别说 占领军所做的罪行跟暗杀行动 将只会增加巴勒斯坦和黎巴嫩 抵抗力量的决心和坚持 这个仇恨是真的非常的强烈 而王毅呢 中国的角色又是什么 他们强调 中东不稳天下难安 所以希望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 希望永久停火 全面撤军 是他们希望在调和者的角色里头 来帮双方达成的 但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困难度非常的高 将军先来看看这个以哈冲突里头 对黎巴嫩的做法是真的雷霆手段 够狠 昭昭见血 因为他这一方面 以色列都是 你看整个不管是在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哈马斯组织的加萨地区的攻击 还有在北部的 我们讲到黎巴嫩 曾祖党的这种攻击 以色列都把握几个 第一个他一定是先制攻击 先制先下手为强 整个是先做空中轰炸 把重要的军事目标 在突然攻击之下 统统给他摧毁 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个是 你看他只有做精准的标定跟定位 连地下指挥中心 都知道在下官的位置 所以以色列这方面 打仗打勤暴 勤暴 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所以他都是打勤暴 精准的掌握 精准的定位 这些重要的目标 在针对这些重要目标 掌握目标物的特性 来选择所使用的弹药 所以他这次用的是MK84 低阻力通用炸弹 这个我们空军用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挂500磅 250公斤 他这是挂2000磅 1000公斤MK84 这威力是非常强的 大家一个炸弹是一公盾炸下去 那个威力是不得了 这个就是在当初30年前 以色列实施巴比伦行动 去轰炸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 就是用这一个 那时候是挂在F16上面 他现在挂在F15上 一个F15当然可以挂很多 但是他为了发挥作战的特性 他一架F15挂4枚 4枚就4公盾 4000公斤就去轰炸 你看他而且他才有 几乎有两到三人定位 他有卫星导航定位 又有惯性导航 还有雷射导引 三个所以都很精准 你看他打到大楼下面了 整个大楼垮掉 因为一公盾的下弹下去 整个大楼一爆破之后 整个大楼整个坍塌 你在下面的所有的 这些里面的相关的这些后勤 或者弹药东东都没了 灰灰淹灭 所以我们看 以色列都是精准的打击 然后猝不及防 而且他先制攻击 你注意看以色列第一个时间 统统先掌握空忧 所以你看 不管在加萨走得很好 或者在黎巴嫩 都已经是掌握了完全空忧 所以这些以色列 对这些珍珠党 认为珍珠党还有反击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说 提落一架 以色列的F15战机 或F16战机 更不要说打下 以色列的F35逆中战机 都没有 关键话说 以色列掌握完全空忧 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 所以黎巴嫩他没有国防 因为他没有空 所以以色列可以出入境 炸完毕之后安全返航 炸完毕之后安全返航 而且他这个是要凌空轰炸 因为他是低阻力 通用炸弹 他后面没有火箭 没有说他推进去之后 远距遥攻轰炸 不是 所以以色列可以讲 精准定位 完毕之后 针对目标物做武器的选项 第三个就突然攻击 所以我们可以看 他这三个步骤 都做得非常好 按了目标特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黎巴嫩这一方面 几乎没有招架 在第一级 关键就已经把 整个的黎巴嫩做瘫痪 所以你看黎巴嫩 他的战力在强 但是问题是 已经在战略上 已经陷于被动不力的态势 林老师怎么看 这样的话 等到以后的时候 以后的时候 整个黎巴嫩摧毁之后 他会转移目标到叙利亚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他都一个个解决 你注意看 以色列他不多重开战 他把目标先集中 一个一个按部就班 逐一清除 所以他是有整个接续的 他这次顺时钟来走 从加萨走到黎巴嫩 下一个是不是对叙利亚 做一些报复的行动 都有可能 他现在已经对叙利亚 已经局部动手了 他有局部的武器 先过去对叙利亚重要的据点 十字轰炸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以色列在这方面的 战术的运用 他跟他发挥 他是有准备的 养兵千万用一时 所以以色列平常 也做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中东的这些国家 受到以色列这方面的攻击 他们是有一些 很激烈的反应 但是所能够发挥的 战力去是有限的 他们的这方面的 反应你的声量是非常的高 但是你看 他们能够反击的力量 反击的力道 确实非常的低 换句话说 他们在这方面 在战术上 在战略的规划上面 还有武器的运用 还有我们讲到的 尤其是反情报 这方面的征收 在这方面 它漏了很大的漏洞 尤其刚才 主持人所讲到的 呼叫器事件 就是对讲机 那个爆炸事件 他们都没有查到 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他们在 反情报的作为上面 短板弱点也非常的高 让以色列掌握了主动权 所以到最后面 以色列就是事半功倍 发挥了摧毁的效果 让这些 让以色列的损失降到最低 为什么 他一出级之后安然反降 一出级之后安然反降 而创造了最大的战果 一直在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这是以色列建军备战 在这一方面的 他训练的严谨度 跟他的优势 在这次战争中可以看得出来 是 杨老师认为 现在中东等于这样讲 是以色列碾压了 其他周边的其他势力的话 那战火到底是升温了 中东可能有更多的报复行动 还是真的就以色列一统天下 其他的攻击要下手的对象 他随心所欲吗 当然不可能以色列随心所欲 但是以色列的军事 当然完全是跟美国做连结 所以他跟周遭 尤其像是真主党 叙利亚 或者是甚至伊朗之间 完全呈现一个军事上的不对等 是啊 可是真主党是怎么来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真主党是因为以色列在1982年 占领了黎巴嫩南部 才出现 一直到以色列从 1982年到2000年 他才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离开人家国家 在这过程当中 黎巴嫩的成立 跟占领离南的以色列在对抗 然后以色列撤军之后 当然你在占领的时候 你杀害了我多少的这些同胞 黎巴嫩人或者是真主党人 所以这个战争就在 以色列的北部 黎巴嫩南部 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 就不断的延烧到现在 你说他得到伊朗的支持 这是一个罪行吗 当然不是任何的罪行 因为以色列 其实你必须要讲 他在最近的呼叫器 你难道这不是恐怖攻击事件吗 对不对 你难道对加萨的大屠杀 现在死了42,252人 最新的数字 还在那边继续的屠杀 所以当拜登跟贺锦丽都说 以色列针对针独党的领袖的 这种大规模的暗杀 这也不是暗杀的 根本就是一个攻击行为 是一个正义之举 是正义吗 当然不是 我刚刚讲了 以色列是占领人家离南 离珍珠党才出现的 就是要抗暴 就抗拒你的占领 抗拒你的后来的攻击 以及在加萨的屠杀 如果你稍微公平一点 我们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他们要杀来杀去的 以色列占领的这种 占据这种军事的优势 地理上的优势 美国的支持 对不对 你不断的现在正在屠杀 你也在用恐怖攻击的手段 结果美国呢 关键是美国 两个问题 第一个美国偏袒 美国一直偏袒 偏袒支持以色列 偏袒支持犹太人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 也知道美国政治的情况 然后拜登无能 他没有办法像过去的美国总统 能够去平衡这个情势 小打小闹 恐怖攻击 双方丢几个飞弹 但不会把这个情势恶化 现在情势恶化到这种地步 国际媒体还以为 拜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11月5号新总统要出来了 但新总统出来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情势已经恶化到 很难解决了 这个情势会恶化下去 接下来就看 伊朗要冷到什么时候 那他会冷到一个失恋 开始的爆发的时候 那就会是全面的战争 是 卓老师怎么看 恶化到什么深度 是整个战事在中东 会有更大的扩大 还是真的接下来就是全面 就是由以色列来轰炸 对于其他邻近的国家 不管伊朗也不敢做什么吗 还是 好 现在第一个当然 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 已经躲起来 已经去寻找一个安全的 这个庇护所 所以当然伊朗也很担心 以色列会发动攻击 不过以色列不可能 在现在对伊朗发动攻击 因为它现在的焦点 是在黎巴嫩 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到 就是说 以色列对黎巴嫩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要看这一次轰炸的结果 很多人都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 是真主党就消灭了 没有 那事实上过去的例子显示出 不管是以色列过去曾经 用空袭的方式杀了这个 杀了这个哈马斯的领袖 或者曾经也杀过 真主党的领袖 甚至美国曾经用这个空袭的方式 杀了这个基地组织的领袖 在伊拉克 都没有消灭这些恐怖组织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内战 你没有用陆战而讲错 你没有用陆战 你没有实际上派部队 进入这个地区的话 你是不可能消灭这些组织的 那好了 所以现在以色列面临一个难题 就是说 他到底要不要进入 这个黎巴嫩南部去消灭真主党 那当然他就有两个辩论了 第一个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基本上 摧毁了真主党的这个反抗力量 因为他们现在 本身要联络都很困难 都是这个呼叫器爆炸了 他要联络都很困难 他更不要说反击 所以你现在看不到 他有进一步的反击 他连回应都 联络都没办法如何回应 所以这种情况下 当然以色列要说 现在他是要消灭真主党 就是他威胁 就比较没有办法自圆 其实说 他的所谓这个六万名 离开以色列北部的这些 迁移到其他地方的 这个以色列的国民 就可以回到以色列北部去了 可是就有人出来说 不对 不对不对 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消灭真主党 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你可以去消灭真主党 像以色列的新右翼的领袖 贝特 他原来当过总理的 他现在就说 现在是最好的时间 你应该胜勇追穷扣 然后把它消灭掉 好了 如果以色列真的要 发动陆地的进攻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 因为真主党他不是哈马斯 真主党他是有政治组织之外 而且他这个政治组织 他现在就在黎巴嫩的国会 有议席 有15席的议员 他是联合政府的议员 所以你等于是跟黎巴嫩宣战 牵涉到不仅是黎巴嫩政府 还牵涉到黎巴嫩过去 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法国 这是美国的盟国 所以这个战争对以色列来讲 是一个会有 对他有非常强大的这种 政治后座力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以色列 不会轻易地发动陆地战 但如果真的发动 那不只是一个 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 而且也会是 在美国跟他的盟国之间 引起很大的冲突 另外一个人坚令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在美国黎巴嫩均 这件事ERE不发电市贸道